一星期一本书 还有希望吗 提问的人满心期待 回答的人却聚聚扎心 人和人的本质 就是互相需要 互相取暖 如果有了新的代替品 那就没必要再有交集了 那些不拉黑你 但也从不主动联系你的人 他的身边 一定有了更重要的存在 世间知识大抵如此 不删除是出于礼貌 不联系 也只是觉得没有必要 人与人的疏远 是从梅花说开始的 曾彻夜畅聊 也曾惺惺相惜 可不知道 从那时候开始 没说出口的话 不想说了 三天可见的人 也懒得见了 你不联系我 我不联系你 慢慢地 我们就淡了 前段时间 五一回家 没有必要的安排 基本上 我都是宅在家里 看我在家无所事事 我妈就跟我说 前两天看到 澄澄回来了 我还跟她说 你这几天也在家 你们俩小时候 玩得那么好 怎么不联系 出去聚一聚啊 听到此话 心里顿时泛起一股 无奈与心酸 是啊 曾经那个吃东西 都恨不得掰一半 相约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的朋友 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断了联系 到最后 渐行渐远呢 大概是我们的生活 没了交集 工作后 兴趣爱好相差甚远 慢慢就没有了 共同语言 也许是我们后来 各自有了新的朋友 喜怒哀乐 也有了新的伙伴 去分享 去倾诉 再可能 是大家成家后 变得十分忙碌 各有各的家庭 需要照顾 一年也见不上两次面 于是 在某个平常的夜晚 呼到晚安之后 像是多年形成的默契 之后 就再也没了联系 偶尔通过朋友圈 得知对方心情不好 打开微信 想要安慰他 却发现 聊天记录 不停在了一年前 那句还好吗 在聊天框里 打了又删 成年人的关系 有时候真的很脆弱 就算是曾经结伴 走过一段艰难的路 后来联系少了 也会变得沉默 也会变得沉默和疏远 再见之时 除了珊珊的笑笑 也只能客套地寒暄 不删除 不拉黑 也不打扰 是这段关系 最后的体面 那些不在乎你的人 就到此为止 歌词里写 这世上总会有 突如其来的遇见 和始料未及的喜欢 当然也有 猝不及防的再见 和毫无留恋的散场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的经历 都是有限的 真心也是如此 那些沉默不语的 关系背后 其实都是 不在心动的信号 无一例外 综艺朋友 请听好中 有个叫叶子的姑娘 发来求助 她和男友相爱了十年 感情一直很好 双方已经到了 谈婚论嫁的地步 可就在前几天 男友突然平静地 对她说 十年了 我对你的感情 已经没有当初的热恋 若你还想结婚 也是可以的 但我对你 也只是一种责任 哪有没有 任何迹象的坦白 让姑娘脑子 一片空白 所有人听完 都沉默了 真相已经有了 只是不知如何开口 还是何炯善意地 提醒她 有可能 尝到别的激情后 她觉得跟你 只剩平淡 如果是这样 建议你不要硬牢 因为不是 每一段恋爱都可以谈十年 如果错了 不能延续上一个错误 来避免下一个错误 是啊 人的一生 能有多少个十年呢 我满心欢喜 勾画着我们的未来 你却在预谋着离开 以前喜欢一句话 阳光正好 微风不燥 见想见的人 所想做的事 现在只觉得 人生充斥着太多的 无奈和遗憾 多少黑名单 都曾互道晚安 多少特别关注 后来形同陌路 那些不打扰 也不联系的名字 藏满了无数夜晚 辗转反侧 也说不出口的在意 可想想 谁的人生 不是走了穿红的 又来了挂绿的 就像正值在生吞中写道 散火是人生的常态 我们又不是什么例外 当曾经相爱的两个人 静静地躺在彼此的列表中时 说明这段感情 早已淡漠 因此 得不到回应的爱 就及时止损 变了新的感情 就趁早放下 努力过好当下的生活 才是最紧要的 有些人遇见就够了 余生就算了 不要高估你 和任何人的关系 《琵琶记》中 有一句话广为流传 我本将心向明月 奈何明月照勾去 意思是一个人 真身对待另一个人 对方却无动于衷 毫不领情 许多时刻 我们总会不由自主地 把自己和别人的关系 看得很重要 我和他关系铁得很 这点小忙 他不会不帮我的 我们都谈了这么多年 感情好得很 他不会离开我的 他对我这么好 一定会包容我 所有的缺点 可直到真心被辜负 真爱被利用 真诚被欺骗 才顿悟 没有什么是 亘故不变的 人心善变 永远不要高估 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我们以为 关系铁的哥们 会伸手拉你一把 对方却毫不留情地 拒绝了 我们以为 感情稳固的恋人 会一直等你 对方有了新目标 就走了 我们以为 亲密无间的爱人 会一直包容 对方走了一半 就喊累了 有个词说得好 情深不受 惠疾必伤 人最怕的 就是高估了自己 在别人心里的位置 在这个世上 也许你认识很多人 但真正关心 和在乎你的人 真没几个 想起杀意 曾在一档节目中感慨 有一天晚上 我翻看手机 发现除了我儿子 给我留言 没有任何人 给我留言 以前总以为 自己很重要 其实每个人 在别人心中 都没有那么重要 没有结局的故事 太多了 我们不能要求 每一场相遇 都有结局 遇见了就珍惜 错过了就释怀 大部分时候 让我们失落的 并不是结果本身 而是自我憧憬太多 友情也好 爱情也罢 你来 风雨多大 我都去接你 你走 我便不送了 你爱 我便奉陪到底 若不 我便当你 从没来过 这是一个 喜欢说再见的世界 但我们都不擅长告别 很多时候 走着走着 一转身才发现 生命里的有些人 已经消失不见 对于离开 或伤害你的人 也别置气 不付不欠 彼此淡去 也算是对他的名字 在你生命里 霸占好多年的邪义 如果有机会再联络 依旧可以礼貌地 大声招呼 如果人生就此别过 那就潇洒地告别 转身离开 夜还很长 一生也是 别为不值得的人 蹉跎了岁月 也别为不值得的感情 迷失了自己 点个赞看吧 但愿世间所有的深情 都不被辜负 所有的相遇 都能 如期而至 好了 今晚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到这儿就结束了 喜欢我们文章的朋友 也不要忘记了 在文末给我们点个赞看 让我们相约明天 也愿我们的声音 伴随着您的每一个夜晚 也祝各位 每晚好梦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